大学路51项根据交通处统计 每到上下班时间 每小时有3500辆汽车行经该路段 同时因为车流量大而且道路蜿蜒 让民众耗费过多交通时间 也造成附近住户进出的不便 为强化行车安全 新竹市政府将进行拓宽工程 预计6月开工 9月底完工 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做这个会刊 而且能够用非常马上来积极处理的 这样的一个态度 经费总经费工程经费660万 相对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庞大的经费 可是它的效益是非常非常的大 我们很期盼这个工程在6月份 马上就会开始启动 预计在9月底要来完成 希望完成之后能够有效的 解决这个上下班 尤其是到园区通勤的这些 通勤族的这个交通的问题 更重要的可以让我们的市民朋友 尤其是居住在这附近的市民朋友 有一个更平顺更快速回家的路 经过盘整路权和土地所有权 确认没有土地征收问题 市府随即展开透宽工程规划 将从大学路和大学路51巷口开始 前段130公尺道路路幅透宽为12公尺 后170公尺借由沥青铺面 加峰改善为6.5公尺 透宽以后会变成两个车道 那那个双向那种冲突就会减少 那再加上路平 那所以那个交通会更顺畅 更顺畅速度就会更快这样 对那交通的安全也会更有效的提升 那未来再配合说我们的那个调波 如果跟里长会跟里民议员 沟通讨论以后 如果说能够再进一步的去做调波的车道 那车道数就会更增加 效益就会更高 市长林志坚表示 虽然工程费仅有661万元 却可以解决困扰园区上班族 一二十年的问题 还给市民平顺又快速的道路 并增进园区整体运输路网的完整性 对于市民用路安全有很大的帮助 凯破新竹万事连采访报道